其實沒有 就是我就先放空 在做他的過程其實內心還蠻強大的 Why? 這樣算不算支援 因為我之前工作是在廣告業 而且我一開始接觸的時候是以Digital的部分 等於說你沒辦法直接接觸到人 所以我那時候轉職的想法是說 我一定要做一個跟人有相關的 而且可以接觸到人的東西 那他是有溫度的 回來以後就開始思考說 那我到底要做什麼 其實沒有 就是我就先放空 放空以後然後就想說回到了以前的記憶 那我小時候我覺得這個土地給我很好的感受 但是他相對給我不足的東西是什麼 我為什麼要離開 那很多東西都是在於說 可能在於一些藝文方面的產業 相對的資源比較不足 所以在這個方面其實 花蓮並不是大家不需要 而是沒有這樣的場域讓他去選擇 那這想法就讓我覺得說 嗯是不是可以現在這裡從一個選品店做出發 所以一開始其實我不是做他 我是做選品店 我本來就想要做一個住宅區裡面的一個小店 小選品店 跟鄰居是有互動的 所以其實在於選品店那時候一開的時候 其實附近的鄰居都非常有興趣 然後也有一些很多時候是我們的客人 那即便那種七八十歲阿嬤 他每天都會經過都會想要進來看一看 他說每天看的心情都很好 對所以就是間接的讓我覺得說 那我當初選擇在於這樣子的住宅區裡面 開一間這樣子的小店 其實是蠻對的 因為我想要的就是人 即便他不買 那我把美好的東西帶給他們 這件事情我就覺得夠了 到處探訪這些不管是日本阿 新加坡阿 甚至是中國景德鎮阿 韓國這些地方 你去探尋了這些職人以後 你會覺得 哇 他們好好專注在做一件事情 他們很享受在裡面 即便那個東西又髒又累又苦 他們讓我覺得說重新找回到就是 對於職業這件事情 或者是職場這件事情的一個初心 所以我會覺得說 那這個東西忍不住就是手揚起來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玩一下 當初只覺得說 哎呀我做的東西 如果能在店裡偷偷擺著賣 不知道有沒有人會經過 然後看過說 欸這不錯 然後就買了 然後或者是說 原來我的東西即便在這些職人的選品當中 他也可以被看到 然後一直到後來發現我自己的作品 比我選的那些選品 來要多的時候 大家願意購買的意願 相對的高許多的時候 我就覺得 那就乾脆把自己的東西全部擺滿好了 就變成現在的渾身志氣 其實當初曲 渾身志氣 第一個除了我是製作器名外 那還有就是幼稚的志 跟志向的志這兩個字的寫音 所以幼稚的志其實就會希望自己能夠保留初心 我當初為什麼要回來 我想要為這個地方 或者是想要帶給這個地方的人 什麼樣的感受 叫我不要忘了初衷 志氣就是因為 既然你都已經 犧牲了 花了那麼多時間 然後把你的 枝壓整個完全變成另外一個新的路線的時候 你不要忘記了 你犧牲掉你之前十幾年的廣告經驗 然後來到這裡 你應該要有那個骨氣跟志氣去撐下去 Sara Sarah的Nick來找我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聊了以後 就發現一拍即合 一開始她是先很單純的買我的作品 去她的空間去做使用而已 那後來發現所有的客人都在問 想要帶一個東西的時候 他們不想要再買一些農產品啊 然後或者是名產店的那種 所以我們才開始了這樣子的提案 然後來講我們的事情 我們在這裡生活的事情 跟未來想要傳達的一些理念這樣子 這個杯子為什麼叫大清雲 是因為其實原本這樣子的形態 是來自於太魯閣折奏地形的一個概念 因為太魯閣你可以看到它都是黑灰白的一個層層疊疊去堆疊起來的 那我很喜歡就是那個東西對我來講印象很深刻 也是我覺得花蓮蠻具代表性的一個景這樣子 你會發現這個杯子是沒有拔的 就是我希望它直接觸碰到所謂的材質 那裡面是因為還是需要清潔的關係 我還是有尚有 所以就是在於這樣子的器皿的設計上面 我也希望你在使用它的時候 它相對的你在這樣子喝跟拿杯把喝的感受 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在這些層層疊疊的一個體驗下面 可能五感啊之類的體驗下面 那相對的它就會變得說那個花蓮的印象就是立體起來 比較鮮明起來了 你可能就會想來了 那這個的話就是有三個顏色 簡單來講就是以三餐 你會用到器皿的地方就是三餐 三餐早午晚 那呈現了你想要用到什麼樣的杯子 來陪伴你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從外盒的包裝基本上以早午晚的方式 然後去呈現 這些所有的早午晚的顏色 基本上都是用花冬的一個 呃我們就拍拍那個天空的顏色 然後把它拍起來以後從顏色裡面提取 所以在於外盒的設計上面 會很像一個盒子裡面裝滿了花蓮的天空的概念 那上面還有一些浮雕的就是有做凸紋的部分 就是長冰跟花蓮的那個等高線圖去做浮雕 代表了我們兩個地方 然後下一個階段就會比較多在一頁合作 因為其實浮雕跟Sixia Sera這邊的一個訂單 後續的一個效益之後 我發現其實我很喜歡做所謂的訂做 除了他們可以給我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反饋之外 未有新的靈感以外 把我自己的工藝轉化成他們想要的一個器皿的類型 然後融合他們的品牌跟我的工藝這樣子 再來就是我自己創作的部分 大概一年會有一個系列出來 通常都會是我對於那整年的一個想法 就有點像寫日記一樣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因為花蓮大部分的產業都是以觀光服務相關的產業為主 生活的部分相對的就會比較弱 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夠把這些不足的地方慢慢地補齊 讓它這個地方簡單來講 環境變成我更喜歡的地方這樣子 對